回到呢 回到呢 这个飞碟早餐的 这个内容 今天 我提前是 当我不只注意台湾了 有时候 大陆的 大陆的事物 或者说呢 国际新闻 我比较少 少谈到社会 社会新闻 不过 我会去注意一些 一些呢 一些重大的社会事件 那不管是 在美国的枪击案啦 或者说在欧洲的 恐怖攻击啦 或者在大陆上面来讲呢 高度关注的一些的 社会事件 比如最近的大陆 在网路上面的 谈论量很高的 像 呃 劳荣之 一个 一个女性的 杀人犯的果实 等等 很多啦 那我没有 我没有特别谈 改天有 有时间再谈 但是今天我要谈的是 平常我 几乎一年都很难得 谈谈一条社会新闻 但我今天也不是 要谈社会新闻 我只要告诉你就说 第一个台湾 因为选举快快到了 闽南话讲 潘尼当搞小郎 就是呃 当当时节不对的时候呢 神神病病会特别多 绝大部分的精神异常者 他 他 他对自己 或者对这个世界的感受 不真实 他通常分两个面向 有一些的 有一些就是说呢 那种的那种的就是说呢 感觉系统的失调的人 那 他是觉得 为什么他周围的世界觉得 觉得好不真实 那有另外一种的是 是对自己 觉得自己好不真真实 因此会有伤害自己的倾向 那 这种的 这种不真实的感觉 跟整个社会气氛的变动 跟有形无形当中的引导 或者推波助然是有关的 人不太容易意识到 环境跟周围的气氛 对于自己的情绪 身心灵状态的影响 那 这种的影响 往往非常的绝对 而且非常的强烈 台湾 这次选举快要到了 我觉得今年以来的社会气氛之躁动 是我一直在警戒的 那这个警戒 我也不希望变成是一种 太空泛的谈论 觉得好像在恐吓你 那我不是跟蔡英文一样吗 所以我会 我会做的就是 我希望 我希望非得早餐的听众 最少是台湾社会的 理性主义的最后的 最后的堡垒 你能够比较相对理性的去 去接受非得早餐 所提供你的内容 而你也是这样的一个人 但是当代的社会 不是一个理性主义者 会快乐的社会 就像 就像这个 美国的现在的 现在的新保守主义的大将 那曾经呢 曾经担任这个 Donald Trump的首席政治顾问的 这个Steve Bannon 班农啊 他最近呢 在日本 最近日本有一个研讨会 那 这样的一个研讨会 包括台湾 包括呢 这个台湾的一些的独派的团体呢 都有参与 好 那这个Steve Bannon呢 他提到就是说 未来 未来是民粹主义的天下 讲这句话的时候 对一个 对一个新右派来讲 哇那种的豪气干预 未来天下是我的 未来是民粹主义者的天下 虽然听起来非常的刺耳 但是我完全同意 当Steve Bannon 他把他把美国的 日本的台湾的 那种的超级大右派 都串联在一起的时候 然后豪气干预的告诉大家说 未来天下 是我们的 不管在美国 在日本 在台湾都一样 我们这超级大 大右派的时代到了 这种的预测并不是只有 这个班农这样讲 我记得几个月 应该说去年吧 去年是哪一个机构做的 做的这个大样本的民调 那调查完了之后 他们推论就是说 这种的 这种的民粹主义的 表面上面呢 是保守主义 实际上面已经到了 非常的民粹 甚至于呢 带着这种的 颠覆性的暴力气质 的民粹 可能会主导 未来十几二十年的 国际政治 未来十几二十年 是非右派 非常压抑 甚至于非常的 非常的低迷的 十几二十年 在政治上面 要取胜的机会 为乎其为 那关键的原因是因为人 人基本上面 人第一个是自私的 第二个大部分的人呢 对外外在的环境的 辨识力呢 是不高的 其实你可能更不容易 察觉就是说 在每一个社会结构里面 大概有三成多的人 固定的 有三成多的人 他的价值系统呢 是保守的 我所谓的保守这个字眼 就是说 他不倾向于变动 他他对变动是害怕的 因此他倾向于呢 就一动不如一进 为什么会有这个成语 一动不如一进 就是当外面的环境 变得很剧烈 已经超乎我的脑袋呢 能够消化的时候 那我就 那我就蹲下来 我就 就拒绝改变 因此 包括在选举投票的时候 倾向于呢 去支持 非常保守的 既定的力量 那既得利益者 懂 当然懂啊 既得利益者 即使没有办法分析到 唐强龙这样 但是他知道 用恐吓你的方式 让你发现了 外面变化很大 你还是不要 不要改改变吧 你就继续蹲着就好了 那永远是在政治上面 选举上面来讲 最容易得利的 所以我过去讲过 你光从1945年之前 不讲 1945年二战之后 你看美国政治很清楚 美国政治 1945年之后 共和党执政的机会 是三分之二 民主党只有是三分之一 换句话说 你加入了政党 不对 你的意识形态 你的脑袋的结构 不一样 如果你是比较理性的 那一群人 我抱歉 你在政治上面 取胜的机会 就是人家只有 人家一半 台湾也一样 有三成多人 是保守的 另外有七成多的人 是缺乏自信的 七成多 你知道什么数字 这七成多 缺乏自信 因此 他很容易出现 从众的情况 那从众就是说 大部分人怎么说 大部分人怎么 怎么怎么做 我也没有反省能力 我也懒得去反省 我也懒得去表现了 这种的所谓的理性 思辨对抗 没有 我就能跟着群众走 从众是人的心智当中 非常深层的需求 我很怕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你偶尔看到 好像好像很多人 好像年轻人表现叛逆 年轻人叛逆 真正有叛逆的 非常非常少 绝大部分的年轻人 只不过是同侪的力量 他是另外一种的从众众 只不过是他希望 跟他周围的年轻人一样 这种的从众的 深层的暗示的需求 会使得 在一个社会 在做集体决定 或者一个团体 在做集体决定的时候 会出现 伤害自己的行为 就是你的那个投票的结果 看起来我们是民主 对的 我的同意 一人一票 但是其实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 民主经常都在做 自我伤害的事情 这次的选举 也有可能是这样 好 那我要讲的重点是什么 我要讲的重点是说 你有没有觉得台湾社社会 刚刚结束的这个周末 的社会新闻事件 会让你觉得害人听闻 尽管告会都聊 好 那上个周末呢 在这个 在台南 台南市的这个 就是说真理 真理的这个 前辈 前辈堂 的纵火的事件 好 你现在大概知道呢 纵火犯呢 是一个21岁的年轻人 他的家庭背景非常好 那父亲是当医生的 那其实家庭的经济 各方条件没有问题 但是他就是一直 一直有这种的躁动 然后暴力的倾向 那他曾经呢 被这个 就是说 在青少年时时期 然后被这保护管束的 这个法官 然后呢 仲介 那在真理堂住过一段的时间 结果在他跟家人 举语的时候呢 他回到这个真理堂呢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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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火 中火了之后 七死三三重伤 好 同样的呢 在上个 上个 上个上一周呢 上个周末的时候呢 在 国民党的台南市党部呢 被人放了这个爆裂屋 那个爆裂屋 非同小可啊 那 在放 放爆裂屋的这个炸弹客 他可不是只是呢 装模作样 那把一些的电线在那地方吓你而已 他有高度的杀伤力 那个撒旦之魔如果真的引爆的时候 那是不得了的事情 这两起事件 都是非常实质的攻击性 有大规模杀伤力的 这种的攻击事件 这些人的精神状状态看起来都 都让人非常的担心 除了这三年的时间 台湾的自杀率又 又开始上来 你看到的这些的 有精神方面问题的人 又开始蠢蠢欲动 台湾社会出了什么问题 不 政治出问题 政治上的躁动 让台湾整个社会好像都在 中文字幕 专业 人文字幕 专专 莫连 厉害 感谢观看